出爆特警队进行攻击 在诈骗集团据点及电梯间 陆续逮捕黄姓祖贤等15名集团成员导案 行事局侦查第四大队连处在争败一起假投资诈骗案时 发现黄姓祖贤诈骗后程程转账 并寻找人头车手出面申请进入账户 提供转账水房使用 随后指挥车手出面向诈骗被害人收取现金 再将账款向假币商购买等值的泰达币洗钱 制造断点隐匿账款 初步估计被害人数达170人以上 不乏所得4890万元 黄姓具备有单拍背景的身份 在网路上以刘金社刘金工作室的名义 成立诈骗的一个社团进行诈骗 并且成立了诈骗的一个水房 指挥旗下的车手向 被害人收取现金账款之后 然后以假币商来作为掩护 转换为泰达币 进行洗钱制造生产的断点 初步步伐所得至少性财币4800万元以上 刑事局方面进一步说明 这个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方案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境外的诈骗集团 透过NINE等社群软体 邀约民众进入他们所谓的假投资误老师的群组 民众进入那个群组之后 他里面那个宣判也会 里面的群组的人里面的犯行 有他们安插很多他们自己的人 所以很多民众进去之后 会请他以连结方式要民众加入所谓的假网站 还有下载所谓的假APP 他会以各种理由说 这个资金卡住或是要缴税没办法汇出 变成说无法出金 那无法出金民众就投诉无门 刑犯还特别去找了很多的人头 然后人头会跟民众面交取款 那这个部分也是目前常态化的现象 那犯险还会在面交的时候 跟那个被害人讲说 他有帮拜身份 所以恐恶他不能报案 他会造成很多被害人不敢报案 所以会变成说 那个会有一些犯罪的黑处站 权案以义诈欺洗钱防治法 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协 移送地检署扩大侦办 警方也再次提醒民众 对于标榜高获利高报酬的投资讯息 一定要保持警觉 以免落入诈骗集团陷阱 蒙受损失 记者张细腾台北报道